穿着一席深绿色博士袍 亮红色披肩点缀 敬马影后林青霞优雅走在大道上 准备要前往清华大学毕业典礼现场 有没有很兴奋啊 有超兴奋 一旁民众兴奋加尖叫 抢拍这一幕 随着众人的掌声 林青霞走进清大礼堂 这回他受邀担任清华大学毕业典礼的 指词代表 人人都以为我年轻漂亮 有名气 骗愁高 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 那却是我最没有信心 最自卑的时候 林青霞道出许多金句 以自己的人生历练 给毕业生勉励的话 你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 都是重要的 都有独特的使命 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 现场气氛高涨 虽然不少学生表示 不太认识林青霞 不过家长们见到自己时代的女神 可是一个比一个都还要兴奋 特别为林青霞来的 应该大概只有我们这个年龄才会知道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他毕竟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能够在这个场合看到林青霞 也算是蛮荣幸的 林青霞穿着皮外套露出迷人的笑容 与他合影的就是清华大学校长高维源 原来他们在香港大学认识 校长认为林青霞能带给毕业生人生启事 因此邀请他来致辞 只是这场毕业典礼 有人数管制 家长只能透过抽签方式决定是否入场 也传出有黄牛在网路社团贩卖入场凭证 被炒高卖到两千块 林青霞造成的旋风不仅增添亮点 也让不少家长一元见偶像的梦 东西文陈明胜 陈正龙杨雅筑SNG小组在新竹报导